在我国有很多民间俗语 从表面上看似乎很节地气很粗糙 但是其中蕴含的很多道理却足够厚实的人们受用 俗语在农村地区出现的尤其多 从为人处事到养生之道 老祖宗们都用朗朗伤口的顺口流行事总结了出来 这里就来说说关于养生方面的一句俗语 吃饭大汗 一生白干 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夏季的时候 很多人在炎热的环境里吃饭常常会大汗不止 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为何到了老祖宗这里就变成了不吉利的事情呢 其实很多人都误解了 这句俗语里说的吃饭流汗指的是在正常的环境中 有些人稍微吃一些热的东西也会发汗 那么这种情况就可以直接反映出身体有异常了 从中医的角度出发 人体的汗水和身体的精气一样重要 适当地排出对身体并无妨碍 但如果过度地排汗 难免会造成体能元素过多的流失 人的一天需要进食三餐 如果每餐吃饭都流汗 对人体来说无疑是不利的 而且频繁的流汗也可能是身体的某个机能出现的问题 应该及早去医院检查 以免小毛病变成大毛病 所谓民意识为天只有吃好了饭身体才会健康 才更有去拼搏的资本 如果一个人每天如此流汗必然也会影响胃口 身体素质也好不到哪里去 没有强奸的体魄又如何能面对人生的大风大浪 所以老祖宗才会说吃饭大汗一生百干 言下之意也是在提醒人们身体健康有多么的重要 其实很多俗语除了可以给人们带来警醒的作用 还有一些养生之道也值得学习 比如投书千变并少一半 就是告诉大家经常梳头对人体是大有好处的 或许很多人会觉得不可思议 梳头这么简单的动作对人体真的有那么大的好处 人体的头部是相当重要的 这里也汇集了很多经络穴位 相信大家平时在外接受洗头按摩的时候 也会感觉格外畅快 而梳头也是这个原理 如果经常用梳子刮头皮 则可以刺激头部的各个穴位 对于缓解头痛 失眠等症状也有了明显的改善效果 同时多梳头还能有助于梳头经络 人体经络互通把头部的经络打理顺了 对犬身的器官自然也都是有好处的 由此可见 老一辈人的智慧确实值得佩服 传承下来的这些经验确实是可以值得学习的 你觉得呢 欢迎留言与我们交流